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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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由忠生社主辦 亦是一個團結海外華民傳媒的好機會 對於我們來說 參加者有一個好的交流機會 能夠和世界各地的華民傳媒 大家坐在一起 一起聊天 反映了大家不同的思路 而主辦機構當然也有主題 因為忠生社是一個民辦的官方機構 他們也很強調 今年我們有一個主題提過就是話語權的問題 話語權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個speaking platform 在過去來說 或者在全世界的整體來說 就是西方媒體佔主導 例如出名的CNN、CBS 甚至Reuters、英國BBC 他們在世界公眾方面來說 他們有一定的公信力和影響力 很多時候中國發覺 他們中國內部的消息 或者中國的消息出去的話 很多時候如果是唱好中國 似乎就是輕輕帶過 而一些對中國不利的消息 就加以擴大、放大 形成就說 究竟中國的消息 在媒體方面的話語權去到哪裡呢? 我們就很積極地去討論過 但是我個人覺得這個話語權的討論點是重要的 但是對象好像搞錯了 為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這次去參加會議的 全部都是華民傳媒 即是說他們的 無論是報紙或網站或電子媒體 包括電台、電視 包括網上電視 都是用中文去作為一個發佈語言 而很自然的對象就是中國人 或者是海外的中國人 相對地來說 其實在海外華民傳媒來說 對於中國正面的報道來說 是不為餘力的 或者是比較經常性有報道的 而負面新聞的 我也有適當的 但是就是說絕對不會是歪曲了中國的形象 這個就形成不了中國的消息 在中國的中文媒體方面 是絕對有華語權的 只不過就說 當這個消息或者這個訊息來講 去到西方媒體來講 可能就受到一些阻罪感 所以就有個人有這樣的看法 另外有一點 有些人提過 就是說其實現在 中國的消息 都要不單止通過本國文字中文去傳遞 是不是應該可以通過另一種世界語言 英語去傳遞呢 那麼這個討論 都在會上也有人提出過 譬如說 我們中文傳媒的 是不是可以在外國地方 出版英文 英文傳媒 而是去傳遞中國的訊息呢 那麼我回來之後 已經發覺就說 譬如在紐約 已經有 是全英文的電視台 那麼也都很類似 好像在 Algazira的電視台 就說他們是絕對用 是外國人的 的新聞報道員 記者 用外國的採訪手法 去報導中國的事情 就是換言之就說 是一個 CNN的形式的電視台 但是呢 Ondership 就是擁有權 就是中方 或者是中國投資者 那麼這一個呢 就是一個 比較特別的趨勢 但是也有說 我們華文傳媒呢 就會是 究竟 那個角色在哪裡呢 據官方 統計呢 就說他們 在海外的華文 就是中國人呢 是有五千至七千萬 那麼這個是一個比較 就是不少的數目 那以這一大批的海外華人 在當地來說呢 因為除了移民時間越來越長 對於當地的經濟 政治影響力都不少 那所以 我們華文傳媒 我個人覺得 我們華文傳媒 仍然有保有一個 就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影響地位 就是說 我們怎樣作為一個 將中國 跟當地的 一個溝通的橋樑 亦都是保留了中國文化方面的東西 好了 今次呢 整個會議呢 就不是單止 講一個話語權的問題 亦都有講很多其他的事項 而今天的博客呢 我就講到這裡 下一次呢 我就代替大家分享 回於這個兩天的 第五屆 世界華文傳媒論壇 在結束之前 我就給大家看看 我本身當日去參與的證明 好 那就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會 多謝收看台長博客 我是劉帥安 再見 歡迎 視聴 第一次 視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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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聴